很多人 尤其在官场里面的 他利用机会 饮食舞弊 像我们最近 我们台湾的某一个市的副市长 也当得很大 当到副市长 宴霞市的副市长 直辖市的副市长 他利用什么样呢 利用厂商给他邀院 厂商请他吃饭 那就是那个社区要督更 要督更 请他帮忙 那他就所惠 那怎么所惠呢 他透过他的好朋友 就是中间会有个媒介的人 来传达信息 来通风报信 他就透过那个中间 我们一般叫白手套 我们台湾的法律名字叫白手套 那厂商呢 就透过那个白手套 把钱送进来 那他怎么送进来呢 他女儿结婚的时候 他叫他送了好几条房间 大概价值台币二十几万 然后他把他的儿子 跟他那个亲戚 安插到那个白手套的公司 领甘心 多少甘心呢 一个人领三万块台币 三万块台币 两个人领六万 这整个等于间接贿赂 都我没有跟你说红包 是我儿子跟我的亲戚 到你公司去上班 你付给他薪水 其实是没有做事领甘心 我们台湾叫领甘心 就没有做事情领薪水 这变相贿赂 他以为人不知鬼不觉 所以他现在所拿的 他儿子跟他亲戚 所拿这个六万块 每个月的薪水 跟他女儿结婚的时候 拿了二十万的房金 这都是他命里有的啊 所以老法师说 命里有丢都丢不掉啊 命里没有的 你真来的还是一样 最后触犯华网 你最后丢了工作 接受法律的制裁啊 郎当入义啊 所以老法师说 你懂得夜阴果报 就是现在人所说的 创造财富 有能力懂得财富的道理 人家病里头 为什么会有财呢 佛经上讲得很清楚 财不失 他过去生中呢 他财富是多 所以命里的财库呢 非常充实 命里啊 有财库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财也滚滚了来 不用竞争 自然就来了 来了以后 除了自己生活上 必须要用的受用以外 其以去帮助一些苦难的人 要懂得不失 不舍一下 甚至 你给你 administration 可以用吗 给你帮草 你要做 你 没有